嘉义的迦南大尊传出了溺水的意外 一名是二岁的女童 不慎失足掉入溪水当中 投行的爸爸和友人 立刻跳入水中救人 不过因为溪水太过湍急 三个人一度全都溺水 景潇奋力地救出三人 而女儿送一之后恢复心跳 目前的昏迷指数三 只不过爸爸送一之后 仍然回天法术 景潇从湍流的溪水中 救出三名溺水者 男子幸运恢复意识 但另一对妇女就没有这么幸运 四十岁的父亲和他十二岁的女儿 被送到医院时一度没有呼吸心跳 结果急救 十二岁的女儿恢复心跳 救他的爸爸则被在傍晚急救 无效死亡 让接到二号的家属当场痛哭 不敢相信 他们进来通知 因为我都没有在身边 他们进来跑进来 妹妹跑进来 所以说妹妹掉水了 所以说在跑进来通知 爸爸赶紧就掉到水里面去了 事发现场河水湍急 女童当时跟着两名同学 到嘉南大尊要种花 却在提水时不慎落水 同学赶紧通知 就在附近工作的女童父亲 辛勤的父亲跟着同事 顾不得自己不按水性 跳入溪水中要救女儿 想不到三个都溺水 在岸上 然后那因为不小心滑下去 那那个另外两个小朋友 小朋友就跑来跟大人讲说 有人落水了 对 然后那个她的爸爸 跟那个她的同事 就下水去救她 接下出动救身体 并潜水 将三名溺水者救上岸 但这对妇女 因为溺水过久 父亲急救不治 女儿则重度昏迷 还在恨死神拔河 让家属都感到悲痛